都是美国的股息参长超过50人的公司 在美国将近有200间 如果你的股息也有在成长的话 其实是一个双重的复利效应 Hi Perry 你之前在这支影片有提到说 你花了10年的时间创造 每年7位数的被动收入 你可不可以偷偷告诉我们 你的秘笈是什么啊 上一集影片有分享过 我是花了10年的时间 我打造一个投资组合 上一集节目主要就是想在台股的部分 结果这几年退资 美股也开始慢慢帮我 贡心一些股息的费用收入 我跟大家讲 不管是在台股或者是美股 你想要用股息打造一个好的费用收入 其实有三个关键 第一个关键就是股息一定要稳定 如果你套用在台股身上 我说稳定就OK了 但是如果你在美股的话 我说你的标准要再高一点 必须再加上一个条件 叫做每一年越发越多 简单讲就是股息成长的概念 那因为台股一个普遍的状况 是我们所谓的殖利率 不错 就是每一年公司发跌的钱 好像蛮不错的 比例蛮不错 但是有一个不太好的状况就是 配发不稳定 常常可能一年高一年低 那如果你用这个来当费用收入的话呢 你可能会发现 你有时候今年领导的钱变少了 或今年领导的钱变多 就是相对比较有一些不安全感 那美国这些公司呢 如果你挑股息成长的公司呢 你可以想合理的预期 每一年给你的钱会越来越多 哇 那这是我比较喜欢的地方 差好多喔 对那我再次会给大家一个 更详细的数据 就是在上一回的影片呢 我讲的三个公司都是 美国的股息成长超过50年的公司 那最后一个很简单的数据统计给大家 在台股啊 股息成长超过10年的公司啊 那现在只有两件 两件 两件 哪两件 哪两件不是重点 重点是在于我想要讲的是美国 股息成长超过10年的公司啊 在美国将近有200间 200间 对所以你在选择标的上嘛 就感觉分别就很大 对吗 200间 一个只有两个选择 一个有200间公司 那你去做查贷的投资组了 甚至股息成长超过25年的以上的公司啊 都将近有100间 哦 所以我说先天的体质上就有一种分别 个人会倾向于在美国打造一个被动收入的来源 好那第1个关键呢 就是所谓的复利效应 就是滚雪球这种感觉 那美国呢很容易做到这件事情 因为美国有一个制度叫股息再投资 你领到的股息啊 自动买回去原来的股票 你不用担心说 我领到的钱不够买一股啊 或者是没有办法买一张之类的 因为美国这个制度是允许你买到小数点下第3位 叫做0.001股 你的股票数量会自动增加 那你的股票数量增加 是不是你领到的股息也会变得多 量差很多耶 那如果你的股息也有在成长的话 其实是一个双重的复利效应 所以我会说在美国啊 你打造你的备用收入的来源啊 打造一个很棒的投资组合啊 你的速度会比在台湾还快很多 好那第3个关键呢 就是一定要记得 你要当这些会赚钱的公司的股东 因为很多人呢 他为了赚这个股息啊 他没有去债务公司的体质 那也常常你听到一个词叫做 赚到股息赔掉价差吗 很多人呢就因为一时的股息 他觉得公司今年股息发展多 值得比率很高 可是他没有想到一件事情是 这间公司赚钱能力不稳定 有可能他今年发很多股息啊 结果明年就发不出来 这就不是一个很好的备用收入来源啦 因为不要说前提啊 就想要要稳定 而且最好是像美国这些股息股一样 是越发越多 所以你要在乎公司赚钱能力 那如果你要看公司赚钱能力呢 第二个事情就是 你要去思考这公司有没有所谓的经济护城河 有一个护城河在保护这间企业的话 可以文顾他产业里面的地位 然后维持他的竞争力 让他持续能越赚越多钱 那相对于我们的股东才有机会越赚越多钱 那如果你想要了解 什么的公司是一个好的公司 那甚至是在什么的价格 合适去投资这间公司的股票的话 欢迎大家可以来参加我们实体的分享会 我们在分享会会跟大家分享更多这样子的概念 那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欢迎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哦 那记得开启小铃铛哦 那我们下部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